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源和易养千禧在一起 7月31日凌晨 王源的助理史强一个月都没有更新 他的微博突然更新了 而且还晒出一张易养千禧助理 胖普在路边吃烧烤的照片 照片中的胖普上身穿一件黑色的T恤短袖 下面穿一条均绿色的裤子 从胖普背景来看 他站的位置应该是一个路边的烧烤摊 因为在他的身侧还有一排的烧烤摊位 而且都摊位前都沾满了人 胖虎手里拿着几个船 眼睛还望着小摊上摆着的烧烤 似乎正在选择应该吃什么 还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胖虎手里拿的似乎都是瘦肉类的烧烤 忍不住调侃的 苦妈 为你那很难受下的肚子着想 还是少吃一点肉肉 多吃一点蔬菜 王源的助理史强在晒这张照片的时候 还配文道 这哥们说 重庆烧烤还行 从这句话中可以听出史强和胖虎私下关系不错 他们不仅可以一起在路边摊食烧烤 而且还能称兄道弟 这私交不是一般的深 但更多的粉丝的关注点 并不在照片中的胖虎身上 而是猜测王源和易烊千玺是否在一起 我流下了泪水 老二老妖在一起撸串了是吗 史强胖虎你们见面了吗 小元和千玺是不是在一起呢 怎么不露面啊 告诉我这是真的 他们俩在一起了对不对 大半夜的 泪目啊 刚哥和大老是约了吗 也有粉丝忍不住夸奖史强的 强哥 我发现你越来越给力了 帮忙照顾刚哥 台半夜发糖 这还给千纸贺福利 这胖虎和史强也很久没见了吧 这千玺和圆圆肯定是在一起 还在疯狂吃吃吃呢 这哥俩背着大哥撸串 好了 下面我们等着圆儿和千玺来张自拍 还有粉丝猜测道 看到史强晒赵胖虎在路边吃烧烤 就说明圆圆和千玺在同一个城市 并且在一起见面了 圆圆回重庆的 千玺在重庆拍戏 现在就差大哥了 其实我真的不是特别有囤魂的人哈哈 就是觉得这仨小孩能一块玩 我就特别开心 史强晒赵胖虎在路边吃烧烤 粉丝猜测王圆和异养千玺在一起 你认为大家的猜测有道理吗